在音乐中找到更好的自己 有电锤管陪伴的日子会发光 各位好 欢迎来到阿姨爸爸说 今天我们继续的由不同的电锤管人来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主人公是来自承德的云山 云山作为我基础专栏教学群的班长 我们在教学群里面其实已经认识五年了 但是很遗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在线下见过面 云山班长非常热心 非常认真 非常专注 平常虽然他的话不多 但是一直都在做非常具体的实事 比如他分享了很多 他在过去几年的练习过程中 自己很多的练习的不同知识点的感悟方法经验 分享给大家 在此特地向云山班长表示感谢 辛苦了 大家好 我是云山 从20年618买罗兰10电视馆 到参加安版的基础班高萨一高萨二班到现在 已经四年多了 大小曲子也吹了几十首 有点感慨 跟大家分享 第一呢是没有想到能坚持到现在 开始现在觉得自己可能就半年一年的也许就放弃了 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跟参加安版这个教学班是分不开的 因为教作业的压力非常大 听完同学呀老师的示范呢 总觉得自己呢做不到或者做不好 那就产生知难而退的想法 自我怀疑了 怎么办 其实就是坚持 还有呢 就是多和同学呀老师呀 沟通 把自己的困难疑惑 告诉大家 那多坚持几天 啊 曙光也就来了 嗯 现在想起来呢 如果我当初单打独斗 那百分百我现在是坚持不到现在 呃 现在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呢 呃 就是这个节奏 可能我这天生节奏感差吧 所以现在呢 也是积极跟同学呀老师呀沟通 啊 再就是老办法 坚持 再一个呢 就是安版一直在课上 啊 教学群里也说 这个不要碰 那个不要碰 当时都有点不理解 好像这安版 不胶实 现在看来其实非常正确 是啥呢 就是你不要练习 啊 你那个阶段 很难掌握 或者几乎用不上的技巧 比如拿我来说 就是这个弯银轮 如果要两年前练 那可能得花两个月 而且练成了呢 他用的场合也不多 意义不大 那现在呢 我练用多长时间啊 十天半个月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时间成本上不上算 啊 还有的 比如说突音还不行呢 就要练虫控 是吧 这个气息功力不不行 强弱还不成呢 就要练腐颤 这都不行 所以说这个循序渐进 啊 很重要 他会让你事半功倍 不走弯路 节省时间 总而言之吧 这个电池管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 很多的乐趣 啊 希望和大家一样 啊 在音乐中 找到更好的自己 有电池管 陪伴的日子 会发光 谢谢 谢谢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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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